平凡的世界,孙少平时的穷学生,后来的也只是个工人,有何励志,这部书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,却并不是励志大片,犯动,似乎没有成功,或者,只是失败,书的开头,孙少平时个连饼菜都吃不起,的穷困的农村学生,书的结尾,孙少平时个身有残疾,的普普通通的美矿工人。 从头至尾,孙少平都没有能够脱离所谓的社会底层,可是时至今日,每每想起平凡的世界,想起孙少平这个平凡的人,这个人物身上却有一点精神令我汗颜,而这一点,才是本书的精华所在。 当年刊读者杂志,被一篇文章震撼,陆瑶创作平凡的世界时,做了各种准备工作,头一次知道,原来为了写一本长篇小说,要在一个荒郊野外读局数年,要通读十年间的报纸,记录各种事件,翻阅报纸到手指被磨得露出毛细血管。 这些听起来艰苦以至于荒谬的事情,对我却有着巨大的感染力。 直到今天,我仍然对这种被王小波描述为反尚过程的,人对于某一事物不合常理的执着,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感。 在平凡的世界中,我爱峡谷柔情的金波,我也爱聪明,勤肯的少平,我崇拜敢作敢为,风风火火的浅小霞,我也绿细乖巧伶俐的蓝香。 当然,我也有恨,我恨由头划脑,没有一点责任心和男子替爱的王满营。 我以贺兰花的懦弱,愚昧和无知,太多的感情交织在一起,在这自自行行间。 但是最终,这一切都会归于平静,因为我明白,因为有太多的感同身受,这就是生活。 这本书最终吸引着我,也改变了我,正是因为它有个引人入胜的开头。 更重要的是,它叫我认识了一个平凡人的自尊,孙小平在物质生活上是窘迫的,在精神上是寂寞的。 田小霞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,但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见到任何一个人,能够像他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精神世界。 这让我我动容的,莫过于少平,无论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,都不忘读书,他从被子旁把黄提包打开,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。 这时候,他才发现了提包里那本牛蒙,半个月来他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,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个十字人呢。 好,雨天不出宫,他现在正好能看这本书了,他内心立刻感到一种战力般的激动,他很快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,匆忙地打开了那本书,竟忍不住念说了声。 亚瑟坐在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,正在翻查一大堆讲到的文稿,这是一幅多么美丽,多么令人动容的画面啊。 刚刚凌乱地摇动和朗朗而读的孙少平,这一刻,再美丽的风景画在这一幕面前,或许都该羞愧了。 少平的爱情之路是在思想的觉醒中产生的,他与田小霞一对知识的渴求而结缘,之后长达数年的分别,给了两个年轻人成长的空间,再次相遇给了他们重新审视这份关系的机会。 不再是青涩少年,心智上的成熟让他们有能力去维系这段同样能不但互不对的感情,身份的悬术不能阻隔他们相容的灵魂,但是一切的美好在田小霞的突然死亡里终结了。 这是一段有了开始却独缺结尾的爱情,我心中的孙少平,是个讲究人,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,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仍一丝不苟,和他相比,那些生气凌人的成功人士,们却大多活得像个动物。 儒家讲圣读,是在没有监督时得到的自律,而孙少平的精神追求,也是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的个人的选择。 他的周围不是一个能够欣赏和奖励他的这种追求的环境,他也没有如许多爱书之人,那样如孔雀般讨罪于自己的才行,展示自己的品位。 他甚至不是因为专业上的纯粹的热爱而去学习,他对精神世界的一丝不苟,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高贵的人,来由衷地尊敬和爱戴,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个动物,潦草地对待, 或者当成某个社会角色,从这些角色中寻求比善不足,比下有余的成就感。 再回到开头的一问,孙少平一直没有所谓的成功,那么,是什么激励着我们? 对,是奋斗,是没有结果,而是智不渝的奋斗,是尊严,是没有地位也要维护的尊严。 这里没有打团圆,没有廉价的物质奖励,而是贯穿史中的精神力量。 陆瑶,没有走出家乡,却把这种理念,砸拨到了全国城乡。 陆瑶,没有获得这样那样的奖项,却获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。 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,工作类单独发尾的时候,是描写孙少平的那些文字帮助了我。 总之我觉得,我绝不是世界上最苦的那一个,在我不知道的某个角落,一定还有许多人承受着更多的苦,忍着我不能忍受的罪。 而他们,不会江湖不迭,他们,会把这些憋在心里,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份责任。 这份责任,足以抵消到这么痛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